上一节呢我们讲到了这个法国大革命期的这个期间呢1792年的4月份呢啊法国呢上对这个啊外来的这个其他的这个这些外来的盟军吧啊宣战OK主要是奥地利和普鲁士尤其是奥地利为主OK那么在这个宣战以后呢实际上呢他这个宣战是当然是前面也提到是由他的这个议会啊和这个 国王啊以政府的名利宣战但是呢啊这个战争刚一开始呢实际上对于法国这边呢就非常的不利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再把它稍微的再重复一下就是一个呢就是军队呢是这个组织非常的混乱组织非常的混乱然后他的那个啊同时呢他的那个战争的这个运行的过程中的那个前后方的那个那个那个武器弹药的那种整个的组织也是非常混乱 不但是具这个士兵非常混乱整个组织也非常混乱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呃就是因为他的主要的这个呃这个官呃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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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兵里面的这个官的这一部分呢呃很多都跑了呃按照当时的这个统计呢有50%跑了就是因为他们都是贵族嘛所以从法国境内跑到外边去了 跑过有的甚至就变成了那个对方的那个呃呃那个官兵了呃官了OK呃而且呢就就这个事闹得就非常的非常的这个这个狼狈狼狈到后来他们自己的这个这个这个带领法国这一边的这个将军都有被杀掉的因为他本身也是贵族他是没跑但是留在这这帮士兵就对他如此不信任认为你在这本来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呃叛徒一起杀OK 一旦就是他他那个将军因为主要原因上就是因为他在这个跟那个奥地利军队一交伙的时候马上就发现根本盯不住他那将军说咱们得撤这撤那那边那底下那兵一帮说是你本你就是想跟他们一伙然后先把你给干掉所以就是就是这种荒唐的事就出来了所以呢这个在这个国会议会里面呢就这些激进派呢就开始说了就激进派在这时候伤害不是主主流这里其中有一个人就叫马拉马拉就是m a r a t 上在也发应该叫马拉呃这个人我们后面会仔细讲的他是很有名的一个一个这个加克本是一个很有名的激进派他呢就在这个国民议会里甚至说说我们呀呃就是号召这些士兵说你们都应该把你们的将军权干掉你们就根本用不着他们所以你就可以想想这个这个这个这帮激进派的这种思思维方式如此的荒诞你这一帮兵你这士兵不管你这个什么你就没有官全是什么兵你的仗怎么打对不对就没有指挥了根本就没有指挥体 以此同时呢上还有一个更严重问题就经济问题因为当时法国的经济我们知道一直就是很很糟糕的ok一直很糟糕这个也是因为有引起法国大革命的一主要原因但是呢在这段时间呢我们还是前面也提到了一个叫阿森尼啊就是这个转让券这个转让券呢开始失控就是这个首先呢就因为他是个纸钱嘛纸钱一个最最有诱惑力的就是你可以印呢他不像金子和银子你没有就没有了这东西可以印所以呢当时这个革命政府 就开始印这个印的转让券这是一个更更严重的问题是是是是一个境外这些敌对势力开始这个伪造因为我们从那个视频版我那个我这个所有的这个这个这个讲座都有视频版里面有一些照片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转让券实际上是很好很好伪造的他就是几个很简单的一个图案偶尔的带上一个国王的那个什么啊所以呢这这样的话呢就说这使这个市场上的流动这种纸币的流通量大大增加 所以在这个92年93年这一年的时间内OK一年的时间内这个这个面值就贬值了50%那就是等于是inflation是100%啊那就是等于两块变一块就是一年这这这简直很这实际上没有没有到这个后来这个这个像这个纳粹前期的那种就是那个维马republic那种那种那种crazyinflation但这也够可以的OK够可以的啊国民议会呢实际上在这个时候我刚才 讲到了上他的里面的主流还是还是控制在这种呃属于半温和派吧不能说是温和派因为这也是很革命的这帮温和派这个温和派像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名字再是重新重复一下叫叫Gerald的啊呃Gerald的Gerald是上是是这个温和派的一个名一个党派的名字OK他们呢实际上呢呃在这个时候呢也开始做一些比较比较这个激进的这个就是以他们的主流就是发布了一些这个议会的这个议会 议案OK这个议案呢上主要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不妙的情况下呢通过一些议案来使他们使这个议会自己呢在老百姓面前呢显得很坚决很革命OK因为这个时候你你不能不能表现软弱表现软弱老百姓就是你一帮人是反革命所以在这个议案呢提了三个议案那么第一个议案这三个议案是什么的第一个议案呢就是呃就是什么呢只要有任何一个就是当时我们前面讲过就是很多的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教父不是拒绝对着这个对着这个平民的这个宪法宣誓吗他们不拒绝宣誓就是他们我们只效忠于上帝我们不效忠于法国的政府这里面的这些叫这些priest有有很多人是拒绝宣布的拒绝宣誓的那么这些拒绝宣誓一直是在被这个法国革命政府被打压的那现在呢他们就把这个呢就加码就是加压加压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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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们的也挤兑他们就不让他们在法国境内这个待着了 所以什么个集队法呢就是说只要有二十个人联名写信说把他们轰出去那我们就可以把他们轰出去所以这个deportation就是把他们从他们这个这个住了几十年的老这个家园里面给赶出去那赶出去那就赶到境外去了呗所以就是这些人呢就是等于是被被急急急是一种驱逐出境的感觉那怎么样这个条件什么呢就是你周边这个这个priest周边有二十个人说是轰不轰他 说轰啊只要二十个人或更多的人联名写信那就给他轰出去这是一个议案OK这是一个议案第二个议案呢就是把国王的皇家卫队给解散OK这国王这个时候他有一个专门的皇家卫队不是一个国家卫队是皇家卫队是royal guard是专门给他当这个当保镖的就是他这个就有点像今天的那种那个那个中央卫数区什么警卫队似的就专门给这帮给这帮这个最高的权力机构当保镖的这帮人OK说把这个解散然后呢 所以说是为什么呢原因就这帮人非常反革命因为这里边的这些卫队的很多士兵的商在这个法国大革命中间呢经常说一些这个这个这个反对法国大革命的话因为这些人本身就是效忠于国王嘛效忠于国王的自然的他反对现在发生的这些所有的事所以这些事慢慢慢慢就传到民间民间就知道这帮人很反革命应该把他们给解散了所以这是第二个提案第三个提案呢就是现在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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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尤其是巴黎附近呢这个局势呢有点乱 就是到处整天这个这个那个然后呢外外围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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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地利的这帮军队有可能随时打进来所以我们现在呢应该征兵征兵呢呃征两万名这个这个这个新兵进入了国家卫队然后呢准备用来保护巴黎维持巴黎的秩序这个呢是第三个提案在上一节时候我们上已经呃结尾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这三个提案里上有两个被这个 国王给否决了那么我们这里看看是哪三个是哪两个被否决的第一个呢就是刚才讲的那个那个神父OK就是那个priest就神父有20个人说把他轰走那就可以把他轰走这个呢是被国王否决了第二个呢是是两万个这个国家卫队招兵买马变成两万国家卫队这个呢他也否也给否决了他唯一的没有否决的就是那个把他的皇家卫队给给解散OK所以呢这是在上一节我们的我们这里就把它讲清楚了 那么从这里我们能看到啊就是说这个这个国王呢上还是对他自己的处境不清楚第一呢他在当然他在保护这些神父是出于他自己的完全是一种宗教信仰因为他自己这个这个国王是宗教性很强的一个人他非常非常这个虔诚的一个基督徒呃呃呃还有一个被他否决的呢就是这国家卫队国家卫队呢因为这个是本来是用来 用来这个用来防御巴黎的免得这个这帮奥地帝这帮人进来以后这个这个这个他们做一种一种自卫吗或者是一种军队的防卫所以这个案里说你你你应该是认可的因为你你你你现在你是宣战了吗你的敌方有可能打进来结果你把这个给给给给给否决了所以在当时的这个这个这个constitutional monarchy他是有这个权利的那对不起这个实际上 这constitutional monarchy你是有这个权利但是你真正使用的说呢老百姓不干所以实际上这个constitutional monarchy就君主立宪某种意义上是是是什么就是名义上存在实际上的大家实际上并没有完完全接受因为你真正是按着接受的话那就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那这上说什么那就同意呃你可以通过议会方法解决但是呢在当时法国就不是咱们就用别的方法解决那什么方法那就是用暴力用其他的这种造反造反的这个这个手段了 好那我们先我们先先把这个先放在边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就这三个议案呢他被否决了两个在这个他否决之前呢实际上这个国会议员里面的这些就是这个这个议会的这些议员有一些温和派就已经底下跟他打招呼了说你你这个东西你可千万不要再否决因为你这个否决的话很可能是对你的王位都有可能有威胁因为这个是是急了眼了底下的这帮人现在我们国会就是这个温和派上这是温和派提出来的 这第一案我们提出来主要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这个这个安抚民心因为现在老百姓呢就总体来讲呢对现在的情况非常不满外来外来的入侵势力随可能随时可能到然后这个这个物价在暴涨OK100%的暴涨所以这个时候是已经在活药桶上了你咱们赶紧就是怎么样顺一顺你你你你你不要否决你否决的话这事有可能就是就是可能会失控失控你可能完全都没了这个是已经跟他讲了但是呢他还是没有 没有没有听这帮人的他还是从这点来讲就是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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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就是他软弱就是什么左右摇摆不定他这如插道还挺坚决的这皇皇这个这个国王OK还挺坚决的呃他只是这个同意了把他的这个皇家卫队给解解散而后边我们看这个也是要他命的一个原因之一啊就是使他完全毫无自卫能力自卫能力很差了嘛呃在1792年的6月20号OK在1792年的6月20号这一天 前夕这个老百姓呢就开始就就就就就就就开始慢慢慢慢就动起来了大家就是已经知道这个国王否定了否决了这个三个天的两个嘛老百姓的火就来了嘛说准备在这一天呢要准备闹事为什么这一天呢这一天恰好是在三年前那个网球场的宣誓的纪念日OK这个纪念日因为那个在那个st general在在那个凡尔赛宫他们又不是就是从那个从这个三个st general 变成了这个national assembly嘛就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做这个宣誓这是代表着法国大革命的真正的一种名义上政治上的一个一个起点所以他们就说呢在这一天纪念的时候我们要来这个请愿那么就是首先就是准备很多人去到国民议会去这一天去请愿那么你要是去请愿的话那当然在那个时候可就不是空手去了OK可就不是空手去了首先呢他们请愿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要把国王的这个否决给他给他搬回来OK甚至当时他当时他们给了国王起了个外号叫Mr.Vito或者Monsure VitoOK就是否决先生这国王上你不是否决吗我们就来抗议来请愿OK要求你呢把这个否决给给收回去OK你给收回去那刚才讲了这些人来就不是空手来了这是这里面有国家卫会的是国家卫队的士兵 OK这国家卫队因为本来国家卫队就有很多士兵就不同情国王是同情这些平民老百姓的还有很多拿着那个那个那个刀枪剑戟的冷兵器的拿着这个热兵器的还有拿着炮的就推着炮来的OK就那种那种当时17几几年18世纪的那种那种炮OK也给推来了别忘了他们当时去凡尔赛宫的时候就推着炮去的所以这炮实际上是在 实际上是很有威胁力的因为这东西这大铁大铁块一下打出去那多厚的墙都能给你打打打打就是给你打垮的OK所以呢这是带着带着这个什么冷兵器热兵器然后妇女小孩一窝蜂都跟着加入OK就等着一堆又是一堆暴民全来了来了就直线直接到了国家议会OK到了国家议会以后呢他们就直接就进去了 你就可以想象你国家正在给这个这些这些这些立法人员正在里面开会呢这帮人一股脑子进去几千人就进去了说有将近一万人就呼一下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呢就是开始在里面就是大吵大闹就是我们要要要要让国王收回来然后这帮议员呢就跟他们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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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是辩论先是解释这个大哥弄完弄去好歹好歹那是把他们给平息下来了让他们从议会出来了出来以后 他们掉头去哪了就去了Tullerese PalaceOK就是国王的住处OK到国王住处那么到国王住处铺进来以后呢这个这个什么呢就到了门口这国王呢他自己知道这个时候我要封着这个把这门要死关不开的话他们肯定会攻因为炮都就拉过来了嘛干脆把门开给让他们进来吧就是等于是进来咱们用什么方法就跟那个在那个凡尔赛攻一样用什么方法这个平缓的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而进来的这些人 真是带着各种的武器甚至带着斧子带着什么刀带着尖尖的那个那种派全进来了然后呢直接就到了这什么呢到了这个到了这个国王的住处的apartment国王自己的住处的那个小小套间那附近了然后拿着大斧子就冲着国王就走过来了你就可想当时有多恐怖OK这国王随时有可能就会被他们给因为是国王下令让他们进来的嘛所以这卫兵也没有拦他们就是有可能被他们当时给剁了 而且这帮人呢都是平民暴民所以这底下的这些普通老百姓咱们可以想象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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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书上想吧就说这些人浑身是是这种臭味熏天啊OK今天就可以想象臭味熏天汉搜味胡臭味满天去说是他们冲国王这边来的说据说是离国王那个地方还好远的时候那国王就已经闻见了这帮味就已经来了OK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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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着国王就进了进来 那以后呢进了国王的这个住住的这个地方呢马上国王就给逼到了一个墙角逼到什么地方他那个时候他的那个那个那个托罗瑞斯派了去有各种各样的那种window bay就是那种窗户都是recessed呃今天看到不多老房子都有那个窗户实际上并不是和那个墙一成一条线窗户就是往里伸进去那么一块像一个半圆的像一个那个什么事了所以呢这个这国王呢实际上就等于给挤到那个窗户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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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 窗户前的那些小空地半圆的空地等于这等有点像一种被保护嘛四周可能被保护然后前面放一桌子那国王就坐在那了坐在那以后这所有这些人就就就一下就把他围在那个屋里了围在那屋里以后呢实际上很多他的那些有一些就是进来的这些国民警卫队就国民卫队的这些士兵这些士兵本来也跟国王不是一伙的 但是他们毕竟是士兵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把这个把这些暴民呢稍微给推开一点他们站在这个国王和暴民之间免得这个时候出现意外OK而这个谁呢这个这个国王呢就这个路易十六呢就坐在那坐在那啊这些人就开始就哇哇哇就开始那那那那吵啊就说你你你你你你这个那个Mr. Vito是你你要你你你你否决是不对的这个哪个啊他说话也不多然后那个大的那个尖的那个尖毛长毛就几乎 就捅到他的脑子脑子眼眼前了就对着他就顶过来了那就是实际上他还是生命危在意豪发之间就有可能没命啊这些武器就顶着他呢然后这个什么呢然后这个然后这些人呢上这些人大家知道这都是过去这对很多人可能都有过杀人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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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的OK这些人都不是不是什么不是什么善人OK这个法座大革命大家看看那八世纪看看那个什么呢那都是 不是不是不是这些人都是有暴力倾向的OK那么这个时候呢这国王呢这路易十六呢还算比较稳定他就是很平稳的慢慢跟他们对话慢慢对话然后呢就很客气说你说的这些情愿呢我们都考虑考虑我再思考一下但是他没有做任何承诺OK没有做任何承诺而这个什么呢而这帮老百姓呢就是在底下就说你必须把撤回你的这个否决权撤回什么不然话怎么怎么样然后国王就说呢说是现在呢这个这个 我们讨论这个我们讨论这个问题还不是时候因为这个方法什么你们现在用的方法讨论和让我现在去做撤回这都不是实际意思就等于在拖嘛就等于把这个话题给婉转的给给给绕过去那么但是呢他表现上呢他实际上非常的谦卑所以谦卑就是说这个当时有一个有一个抗议人就拿着那个法国那革命的那个红帽子递给他他他啪就戴在头上了因为按理说这个说这是一批 平民带的那种那种革命革命小姐就有点像那文革期间的红袖章一样几乎是类似的概念他啪就扣在脑子上了OK然后呢这个什么呢人甚至呢就旁边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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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很多人手里还拿着这个酒瓶子呢一边钉了光朗过来这手里拿着酒啪就给他一瓶这个一瓶这个可能是那种略智的老百姓喝的那种那种那种略智的酒让他喝他拿起来就就没有犹豫就喝了OK 那么这些东西呢就等于是某种意义上的就使这些站在他面前那个血眼镜里冒着血丝的这帮人就一下这皇帝跟我们这国王还行这国王还行就跟那个前面那个那个什么似的跟那个前面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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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尔赛公出现之前也出现过类似情况他就还行可以平民所以这帮人那个这个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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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炸性的这种气氛慢慢慢慢就稍微凉下来了而就凉下来了然后呢这个时候 其中一个一个national guard就是国民卫队的人那就是说到底国王跟我说他会考虑这些问题他会什么自己再思考一下这等于是他在拖这个事儿了他到底是不是诚心诚意是不是诚意他是不是在骗我们结果呢就拿手呢就摁在国王的胸口上说我来看看他是不是现在是这个心跳是不是过速啊好跟大家report一下这皇帝现在是在撒谎还是不在好然后他就把他的手呢就摁在这个 这个国王的这个胸口上摁了一会儿是感觉嗯还行还行说说说说他心口跳的速度不高然后就跟大家说说我我向大家汇报一下国王现在心跳还算比较正常那个换一句话说呢呃意味就是他没有在撒谎骗我们因为他心跳如果太高的话可能在骗我们呃所以大家也说哦那行那国王也可能就真真心想跟我们协调想配合下面把这个问题考虑OK这个事儿呢就这么稍微的平息一下而在另外 在这个tolaris palace里边的另一个角落呢实际上就是国王和王后和他的小孩也被一帮人围住了然后这些人当然没有对他动武或者怎么样但是呢就在那骂他OK就在那骂他所以你看这这这这这两口这一家就是在tolaris palace就是这个国王在这边是这几乎是被被这个这个刀顶在脑子上另一边呢是被围着在那骂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什么议会的这些会员呢跟着也进来了好几个就知道这国王有可能 出现人身安全进来以后呢就马上就把他们自己呢就顶在挤在这些暴民和国王之间了然后这个继续劝说劝说你们这样做不对什么什么这个要走法律程序这个那个哎这这些人就是才才不了了之才慢慢慢慢才散去就等于是这个虚惊一场OK呃这就是这个这个神圣不可不可探极这个最高王位的国王最后就落到这样一个被一些这个 这个这个暴民这这样被羞辱这某种样式羞辱呃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可能自然而然就会想看到一些六几年的那些纪录片看看刘少奇是怎么被对待的几乎是一样OK几乎是一样刘少奇当时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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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那一个大字爆炮打斯林布的刘少奇一下从这个从最高处一下就掉下来被那些红卫兵小将围着在那骂在那批在那批判他自己 那那那那那那那批从下基本就是就是那个情况OK所以就历史有的时候就是只不换个角色换个人换个时间实际上很多事情在不同的地方就是在重演好我们把这件事呢稍微的这个做一个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大概其的一个评估OK这个事做因为这个对法国大民主中是很重要的一个尽管这个事没有发生流血没有死人但是这个事实际上很有很有意义第一OK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呢是等于是 在国王被废之前的最后一次没有流血的和平示威OK和平示威啊以后再想对国王下手就是有流血了这是最后一次国王还没有呃国王在凡尔赛宫差一点OK在这个在这个什么这个这个后边的几次他自己亲自去巴黎路上那实际上也是差一点但是呢这次呢也还是差一点 这个几次差一点基本就说国王还是没有受到伤没有受到人身的尽管有威胁但是呢还是算是和平OK啊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这些这些请愿的示威的拿着武器的这些老百姓的目的是想让国王撤回他的否决但是呢撤回他否决当然就是想让让把这个把这个这个让这个这个国民议会的这些议案都是一去通过通过的目的是什么呢 一个当然就是说使得国民议案有执行力第二呢使他可以对对外的这个外来入侵的力量有一个有一个防备的措施因为他征征兵两万吗这个第三呢对这个当时的这个什么这个这个这个宗教势力呢有一个在一个他们都想把他彻底打压给他打趴带地所以这些宗教全给他轰走OK呃这是一个再一个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希望通过这件事情呢使国王真正的站在站在这个法国大革命的这个 革命派这一边OK而不是还是自己站在那个王国王那一边但是我们看一看到这一步到这一件事结束以后实际上他们什么都没有达到就是这些这些请愿的这些暴民平民老百姓革命的这个小将OK没有达到任何目的首先国王给他们做了一个空洞的很没有很没有不切实际的一个空洞的一个承诺就是我们去讨论讨论和实际上他什么他都没做OK 他按理说他很容易当时就可以把他的那个否决权给撤回来他没有撤回他也没有承诺他也没有什么等于是nothing happenedOK这国王等于什么都没做但是呢实际上这个这个这个对于国王来讲呢更重要的是什么他是被这帮人彻底的羞辱了一遍被这个被这些老百姓羞辱他被羞辱了而且他自己呢对老百姓呢也充满了可以说后边的行动反映出来充满了更深的敌意 就是他和这个法国大革命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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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的趋势呢就是分裂痕越来越深而到今天这件事发生6月20号1792年6月20号发生这个裂痕已经完完全全彻底分裂了OK彻底分裂了这是这是一条最后一条呢就是这些境外的这些奥地利人这些普鲁士人这些其他的这个欧洲其他的势力对这件事因为他们也知道了后来这件事就能感觉就是这个这个 这个他们也看到了这国王和这个法国大革命的这些革命派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OK不可调和他们对他们基本把国王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存实亡的国王而且是实际上的一个犯人OK就像犯人一样被羞辱我到你的房间里然后把你给你推到墙角在那在那羞辱你OK所以呢这个呢实际上就是等于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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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的 请愿变成了一个从两边的敌意深深的加深啊以此同时呢刚才讲了法国的军队呢上在这时候呢是打败仗的OK那么打败仗的这个这个过程呢实际上呢使法国的军队在往后退就是跟跟那个奥地利军队在对对对对垒的时候在往后退使这些请愿的老百姓和整个法国的整个的公民就是对这个整个的法国政府对法国国王对法国的军队的猜疑也越来越深 不管怎么样还是回到刚才讲没有留学那么这个没有留学而且这是第一第二呢这帮这帮请愿的这些老百姓实际上是被忽悠了他们什么目的没达到为什么会这样稀了糊涂的被他们忽悠了呢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当时没有一个领袖他们完全是一种spontaneous mass protest mass demonstration就等于是这一伙人呜一下就起来了咱们去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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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闹一闹因为今天是纪念日闹一闹但是这个中间呢没有领没有领袖而后边我们又看到会看到真正的事情就get really bloody是因为他们后有领袖有这些激进派当他们的头在后面搓他们那这个时候这事就可能就就就是就是很非常非常的要命了好那么这个呢我们现在呢就说先放在这我们还回到国民议会在国民议会里呢我刚才讲了他主流派还是属于半温和 派还是属于均主立线基本上是可以我说的半温和派就是比那个比那个还不就是拉斐叶的是这些人是真正的温和派而我说的这个JerordanJerordanJerordan这些人实际上呢是半温和派他们本身也很激进但是呢相对于什么罗布斯比尔马拉什么Danton这些人他们还是属于偏向温和这边的而这些像像这个马拉像罗布斯比尔 像Danton这些人是真正的激进派这些激进派的声音就开始慢慢慢慢慢慢就跟那个那个跟那个交响乐一样这是这是刚才前面是一个一个声一个乐器部现在这是另一个乐器部他们声音就越来越高了越来越高他们呢现在声音就提出来什么了呢提出来就是说第一国王已经犯了叛国罪因为这个叛国罪怎么来的这主要原因就是你你vito了我们的这个什么那你就是叛国那你那那你这constitutional monarchy本身就是 定义就是他有这权利嘛你为什么不让他用呢对不对说因为这个呢是他犯了叛国罪第二呢就说因为这些事情我们应该让他呢什么呢就是他的因为他vito了因为他等于犯了叛国罪他实际上已经放弃了他的王位OK就是因为他做了vito就放弃他王位你可以想象这个还是从逻辑上就是如此的不通OK因此呢他们建议什么呢把国王给他流放给他流放了流放国王 把所有的现在的这个法国军队里的这些将领一续给他开除全给他开除因为这帮人根本打不了仗他们都是都是都是叛徒OK他们全是叛徒然后呢把这个什么呢把这个把这个他叫transfer the royal veto to the people就是这个constitutional monarchy不是这个国王有否决权吗把这否决权转交给人民OK转交给人民first of allOK这转交给人民就就是人民去当国王OK这转交给人民这怎么个转交 你可以想象的逻辑上如此的混乱OK现在我前面有一千个人说我把我把这个否决全转给了一千人这一千个人如果999个人都说是不否决有一个人否决我该不该否决OK就显然逻辑上都不通然后呢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所有的public enemy所有的人民公敌全给他轰驱逐出境那好这又是一个问题的人民公敌是谁是怎么定义 OK怎么定义所以呢你看这些激进派就是包括这个rope spear包括这个什么这个刚才说Tentown这些人就就就是撞出这些撞出这些这些这些非常激进的口号把国王废了把国王驱逐出境什么人民的敌人人民否决权就是人民这个词我们后面会慢慢讲慢慢慢慢就提的就多了而一旦碰到这个人民这个词实际上我们大家知道就要警觉了OK这个警觉就是喊这口号的人 实际上都不是什么豪鸟OK一喊到人民做这个人民做这个因为这个人民实际上是一个无法定义的一个虚虚的一个东西那么下面他们喊了是喊了但实际上呢还是没刚才讲了你看你像他们提出这些建议有哪个建议有一个很确实的从政治上从政策上从这个政府上能够实行的都不大好实行所以是也就是空空的那么喊了一下那喊了一下实际上事情的应该还继续按照原定 计划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当然尽管事情不是很很很很乐观但还要往前走正在这个时候呢出现了另外一件事这个事呢就是所谓的叫做bronswick manifesto这是1792年7月份发生的这个事呢是事情更往前升级了一步就是这个矛盾更加激化我们讲讲这个这个事是怎么回事 这个bronswick manifestobronswick实际上是人民manifesto是个宣言OK就是bronswick宣言1792年7月25号 我们讲讲他的宣言到底是怎么来的OK是first of all我们先回到这个我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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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易十六那么路易十六呢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什么呢呃在这之前呢曾经呢这个这个在这个议会的这个迫使下呢宣布所有初期的贵族跑到外面的贵族你必须都回来不然后你是判国罪OK你是判国罪实际上的这些贵族呢实际上就是就是就是包括他的弟弟了 他心里是不希望他们回来但是呢他也必须得说他因为他不说他自己就判国了这是表面这么说的可实际上这个路易十六呢在底下呢实际上正在和他要他在他表面说必须回来的这些人在秘密的联系 因为这些人是他的supporter是他的支持者是境外的这些贵族都是他支持他的人OK那么这些贵族和他呢商就在一直在保持秘密的通信OK在1792年5月份的时候呢路易十六呢商是曾经秘密的派了一个写写枪手所以枪手就是写东西的OK一个一个写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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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iterOK秘密的就给派到了这个境外去了 派到境外就和这些境外的这些敌对势力就是所谓敌对势力就敌对当时法国大革命的势力就就是就是他的同情者跟这些人取得联系联系是什么目的什么他说就跟那个跟那个writer就说呢说你呀把这些人呢用这些人的名义OK咱们写一个宣言用他们的名义写一个宣言这个宣言的目标是谁呢是对着法国老百姓用他们的名义 调个头来跟法国老百姓说说什么呢说我们希望法国呢恢复原状态就是恢复原来的那个绝对王权的那种状态然后恢复我们的王权恢复王室恢复现在的过去的秩序啊你们现在这么闹呢是不对的OK这他就想实际上他不想用自己的话说想用外边的这个这些贵族的人话去说啊这位呢就出去就跟他这些人就找到找到这些人了然后这些人呢 就一边在写这个的时候呢上最后说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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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言由谁来来来说呢最后怎么闹闹闹闹就本来说应该是这帮人说结果最后调调到谁说呢去调到Brunswick去说前面我们讲的Brunswick是谁是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盟军联军的总指挥是是个将官OK他是总指挥让他以他的名义来写说这个宣言实际上这本身就是又是一个你等于是instead他们就是大家是不是 是好说好带你结果你用一个敌方将领来对这个什么说来对法国人去去去去讲这个宣言而在这段时间内呢这Brunswick呢实际上就参与了这个写这个宣言的这个内容的这个过程尽管他自己并没有写他是参与了参与的同时呢他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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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这个稿写的这个草稿呢还曾经跟路易十六和Mary Antoinette和这个王室的这个这两位呢 悄悄的还交换过意见就从通过书信上交换过意见OK在他甚至在他最后这个宣读的宣言的前两天他们还通过信OK通信他把这个这个副本还给过这个托勒瑞洛洛送进去然后这个皇这个国王还看了这个呢商在不同的历史版本里呢有的就没讲这件事有的讲这件事了但是我不太清楚这件事确实是不是确实是不是可以yes or no 但是it sounds like就是看着可能应该是发生了这国王和这王后看了以后说行这个版本可以那我们就你们就你们就发布吧啊但是呢另一个版本呢是说呢这东西国王没有看到没有看到呢这国王呢实际上呢对最后的发表的那个版本的措辞并不是很清楚 他本来的原意是措辞比较温和就等于在劝说法国老百姓你们别造反了别闹了咱们慢慢恢复原来秩序而这个什么呢而这实际措辞呢非常的强硬OK那么就是如果是他没有看到的话的话的话这个强硬措辞是可以措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就说明他自己不知道是等于被升级了这个事措辞这么强硬而如果他看到了的话那就说他自己很升级所以这个呢实际上在在在这个我看到的 至少版本上我没有看到一个统一的啊这个上一我没有在做再深的研究不管怎么样这个措辞非常强硬OK在1792年的7月11号的时候呢实际上呢这个这个奥地利人呢对这个法国和比利时交界还发起了一次战役OK这一次战役呢就据说打得还不错就是那边奥地利那边还是占上风了那这样的话呢把这个巴黎这些老百姓更惹惹惹了OK更惹惹了然后这整个这个全民武装啊所有的人都是拿去 家里有有有有刀有叉有什么全都有枪全都拿起来准备防守巴黎防保护巴黎OK男的女的什么全全全全武装起来了然后在这种火药味十足的情况下这个Rope Spear我们后边会越来讲他越多OKRope Spear就是一个这个这个法国的这个这个大革命后期的最最激进的这个领领袖OK他呢就开始做了一次演讲他这个演讲基本就是什么呢就把矛头就基本就是直指路易十六和当时的 国民议会他自己是国民议会议员因为国民议会都是温和派嘛他就直指这个这个议会是反革命反革命政府国这个路易十六呢是人民公敌还是我介绍就是法国人民的公敌OK我还是讲到这是人民公敌OK他人民的敌人同时呢他自己呢就是在这个这个人非常非常会会讲就是非常能演讲所以演讲一下他就慢慢他在这个里面就变成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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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凯达夫似的OK 也像变成一个草一个草民之头了啊所以呢这个时候的这个整个的情况呢实际上是火药味十足火药味十足那边打仗不利这边是Rope Spear在这煽风点火老百姓是有点恐慌把这武器全拿下来了准备保护巴黎正在这时候呢这个谁呢这个Bronzwick ManifestoOK就是这个这个宣言Bronzwick宣言在7月25号公布于是公布于是 签字是等于这个Manifesto名义上是BronzwickDuke of Bronswick他写的实际上不是他OK他呢是Head of Prussian Army他实际上是盟军的总统帅但是呢是普鲁士的当时的这个官方的这个统帅当然他们真正的那个主主要的这个主敌方主法国大革命敌方主是应该是奥地利然后呢他把这个Manifesto念完了以后呢他就直接带着他的三万的三万多人的这个部队呢直接就进往巴黎这个 法国境内开始进攻进攻这还有还有一万多骑兵OK而他这个手底下的这些兵有很多很多 都是法国人就是法国的贵族OK法国贵族跑了以后就加入他的部队然后准备跟他一起打回来好那么下面我们看一看这Bronzwick Manifesto这个宣言到底是说的什么首先他是一个公开信基本就是说我是这封信的对这个这个受众是所有的 对全体法国人民OK而且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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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辞非常强硬他首先呢他这么说他说呢啊这个什么呢法国的这个军队的士兵和法国的老百姓OK你们应该效忠于你们的国王OK你们应该效忠于你们国王 如果你们对王室没有任何的破坏没有任何的人身威胁没有不把王室给就是对就是不不去不去破坏王室或者他的王位和他的这个人身安全的话 我们这个盟军因为这个这个普鲁士和这个奥地利不都准备盟军一起过来吗我们盟军到这边来以后不会伤你们不会就是对你们不会下手 反过来讲如果你们这些法国老百姓和法国的士兵对皇皇室对王室的家人有任何威胁或者有任何的羞辱 OK前面讲了他已经被羞辱了你再对他们进行人身威胁暴力和羞辱的话那我们OK就会什么非常强烈就是我们会到巴黎把巴黎躺成平地 OK然后呢这里面所有任何人想想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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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抗的话我们都会把他吊死OK我们会把巴黎彻底毁掉所以你看这个话就说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强硬 那这个非常强硬你你站那说话是不嫌腰疼你是站在境外你别忘了你是代表谁在说话你是代表王室在说话 OK那实际上这个还是回到前面我们讲最危险的那就是王室了等于王室这外边有一个人在在这说你你要蹦他一下我们就要跟你玩命 那那那那老百姓说我先别跟你玩命我先跟王室玩命算了 那么而而这个真正的这个宣言是谁写的呢实际上并不是布朗尔斯维克写的 是国王的亲人写的是他的堂兄堂弟OK就是他王室的跟他的cousin这帮人和他的弟弟写的他的弟弟也参与了就他们家的人写的他们家人写呢实际上这里就是还是说这还是一个历史上分析你们这帮人这不都是一帮猪吗 你这么写不就等于把你的这个这个老大哥你这个国王老大哥给给往史坑里推吗对不对你这么强硬他就在那里面待着呢 你你现在写这种这种火药味十足的话实际上等于在陷害他的老大哥陷害的这个这个路易十六 呃那么到底是不是诚心诚意陷害我们只能是猜但是至少他实际的效果就是把他往史坑里推OK 呃那么那么在这样的话对于法国老百姓来讲你即使是没有任何其他的证据 你这个宣言就本身就是一个很强的证据了这什么证据就证据你路易十六和这个敌对势力是一伙的呀 你路易十六没说你退他们宣战你看看他们这个宣言里怎么说的我们一动你他们就跟我玩命那你显然不是跟我们一伙你是跟他们一伙的 所以这个等于是进一步把路易十六把王王权王史这帮这个家给推向这个法国的老百姓的敌对方 那就彻底推过去所以这完全是等于是效果正好相反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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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言的效果完全相反使这个什么呢 使这个整个法国的这个尤其是巴黎附近的这些老百姓对这个对这个未来更加有恐慌 对王权更加有仇恨OK对王权更加仇恨对这个敌对势力对外来有可能打进来更加恐慌OK 那么那那那那那整个这样一个过程下来谁是在这里是最郑重谁的下坏就是这下坏就是这些激进派 Mara Danton Robespierre这几这三个其实还有几个别人这三个最有名我就后边就助助着重讲他们三个就是以他们为代表的这些激进派 这一下就等于说这一下等于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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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我们的对手实际上是帮了我们一忙 本来我们是想让老百姓把这个把这王权彻底推翻这老百姓还没有没有下那么大狠心 这一次他们是彻底帮了我们了OK 那个什么呢是不但帮了我们能够把王权把这个王室给推翻 而且所有的温和派都慢慢慢慢在这件事上更加被动 前面讲的那些什么拉法叶特贝利那些温和派甭说了OK 那肯定是没戏就是Jerodon Jerodon我老念不出他这个法语这个词Jerodon这个温和派半温和派 也因此呢实际上受到了拖联 因为他们的这个这种任何的半温和派根本就不灵了OK 现在就是谁激进谁战先因为老百姓站在这边 好那他这样的话呢 就使这个什么呢使这个整个的这个法国的这个大革命的这些上下基本就绑成一条心了 所谓绑成一条心就是这个这个政客这帮议会的这些人 基金派为首的和老百姓这些一首的 他们都已经达成一个共识 那我们先要要要什么安外先服内了 还是怎么这个英语这词怎么是不是中文这词怎么 就是先以其我们先把外边的敌对势力干掉 我们先把里边的敌对势力干掉算了 那底的敌对势力是谁啊 那当然就是王室了 OK那下面就准备要开始呢 对这个什么呢 对这个对这个王室进攻 OK那那恰好呢 正准备就是在1792年的8月份的时候呢 他们就已经准备要对王室下手了 可是很有很有讽刺意义的时候呢 是什么呢 恰好在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呢 这个这个法国的这个这个军队呢 打仗的慢慢慢慢有点回复 有点这个这个叫什么 就是有点这个有点战胜的意思 就是这个这个盟军那边呢 反倒有点打仗不利 OK打仗不利 所以呢 这个这个先先不管他这个了 我们就基本说说 现在可以说上下一条心 我们的真正敌人 里边的真正敌人就是王室 OK 然后呢 加上这些温和派也是我们的敌人了 好 到了1792年的8月份 OK 到了1792年的8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 在他的国民议会里边呢 实际上是温和派呢 还基本上是占多数 但是呢 已经很勉强了 很勉强的 这也不能说是绝对多数 就是温和派现在占260票 绝对的激进派占136票 而中间摇摆派呢 占350票 OK 这听着好像你看温和派还是占 占优势的 然后中间摇摆在占了350 但是让后面我们就看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比例呢 就开始出现出现的 慢慢倾向于激进派了 而激进派呢 我们刚才讲到了 三个主要领袖 一个是 马拉特 一个是 丹唐 一个 而这里面尤其是 马拉特 OK 还被这个国民议会 还给给给给给给 给是 变成是 是这个什么 是是罪犯 因为他就等间鼓励 鼓动这个造反嘛 造反造反 但是国民议会这帮人 他还是 温和派还是有权利 甚至他躲躲藏藏 还不藏起来 但是呢 他们慢慢慢慢 他就从这个 从这种 向那个 到处流窜的这种 不入主流的这些激进派 慢慢慢慢就进入主流了 而这个什么呢 这个在这个 在这个过程中 这些激进派 就越来越激进 就是他们的措辞 用的是越来越措 越来越激进 我刚才讲 这三个人 实际上是 是慢慢慢慢 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和他们一样激进的 有很多其他人 那些激进 慢慢就没有到 像他们这么激进 就最后就是 看谁更激进 看谁更 更纯洁的Republican 所以这Republican 在这里就是 纯洁的这个 去掉国王室 谁更对 把去掉王室 这个决心更下的 下的更这个 更狠 谁就更代表 民意 所以这个是当时 激进派的一个 大家的一个潜台词 潜台词 所以现在 那么在这个潜台词下 所以这些激进派的 一个基本主张 就是两条 第一条是废了王室 第二条是废了 现在的国民议会的 这些温洞派 OK 我们先看 王室是第一个 first to go 那么这两个最后上 都被他们推翻了 OK 都被他们推翻了 某种意义 这是八月份 在七月底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 Rope Spear 就做过一次讲话 做一些演讲 这个演讲 基本就是已经讲得很清楚 就是我们要 把这个王室 把这个 application of monarchy application就是 放位 放掉 王室要放掉 不是对国王 是要王室 整个废掉 OK 废掉 如果我们不去这么做的话 这个路易十六 就会把我们所有的 这个他用他的话 就是going to hand over our towns to the bloody blades of the despots of Europe 就是我们 他就会把我们法国人 老百姓的脖子 全放在那个 那个那个境外势力 的那大刀下去砍 OK 就这意思 他算是我们的小城 我们的城市 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脖子 我们的命就等于 是被被路易十六 交给别人了 那那显然就是说 这个这个老百姓 被他这么一煽风颠火 对对对 那么一定要先 先对着国王下手 在1789年 不是1792年的 8月份的时候呢 这帮人呢 就又开始组织了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 请愿活动 OK 请愿活动 这个请愿活动呢 基本就是目标 就是一条 前面的请愿 刚才讲了 六一份请愿 是说让国王 把他的否决权收回 这次请愿可不是了 这次请愿是废掉 废掉国王 OK 废掉国王 要把国王给 给给给给 就是把王室废掉 不光是国王 把整个这个Monarchy废掉 那么这个 这个路易十六知道 这个这请愿的时候 他自己也有点 心里有点慌了 多少有点慌了 就说赶紧呢 就说把我们的这个 这个Toolery Palace 这些卫队呢 重新加强一些 前面讲了 他的那个 那个原来的那个 那个 那个Royal Guard上 已经给解散 挺挺厉害的了 那实际上这个剩下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雇佣的Swiss Guard 就是瑞士卫兵 这个瑞士卫兵呢 它是纯粹的一个雇佣体制 它就等于是你给钱 我在这帮你来 来这个这个当保镖 OK 这个保镖就是花钱买来的 OK 然后呢 其中这是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人呢 就是当时的一些贵族 还留在法国境内的贵族 也拿起武器 准备来保护国王 所以国王呢 就请求你们来帮帮忙吧 这个这情况有点 有点这个 有点 有点危险 OK 这个什么呢 在8月5号的时候呢 他甚至还在这个Toolery Palace 还开了一次 这个小小的宴会 这个小小宴会呢 他自己还挺 还好像 As if nothing happened OK 就在那 过着他的小日子 而这个 这个 这个8月5号 这你看这时间 就是我们后面会看 离这个 已经很近 8月5号 这天呢 在他办宴会的时候 这个外边呢 Toolery Palace 外面满街 都是示威游行的人 OK 所有的示威游行人 喊的口号都是什么 废除王权 废除王权 OK 而里边这个路易十六 还在那 还悠哉悠哉在那 开他的小宴会 而且他还说了一句话 现在给留下来了 还是挺挺挺挺 大家都就历史上 挺有名一句话 就是I believe the insurrection is not so near as you think 显然就别人问他 这外边这么闹事 会不会再来一次 暴乱 他说不会 不会 不会有 暴乱 不会像你想象那么近 就是还是对局势的一种错误评估 对局势 就是还是回到一点 就是他自己对他自己的王权的这种稳定性 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评估 而这个什么呢 这个这个这个外边呢 逐渐逐渐呢 这些这几个这几个非常激进的这几个领袖 尤其是Rope 5月10号以前把国王废掉 你们要不废掉的话 我们就组织老百姓把他废了 OK 这个就基本就说这个期限都给了 这是8月5号8月6号的时候 这是这时候发生的几天前 说你们那天把他废掉 然后到8月9号就投这个这个期限的 头一天晚上 OK 这个Dentown 这也是激进派的三个激进派的一个领袖的 一个很主要的领袖 Dentown Georgias Dentown 就带着他的人呢 就把当时的巴黎市政府给占了 当时巴黎市政府已经叫Paris Cumming 巴黎公社 这巴黎公社在当时并不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一个名字 因为法治大革命以后改成叫巴黎公社 实际上这个巴黎公社里面的人呢 还算温和派 结果8月9号这帮人一站呢 这个里面的人全给换了 全换成激进派了 新产生的巴黎公社呢 就变成了一个非常radical的这么一个巴黎的这个政府 OK 这帮人呢 就掉头来呢 在什么呢 在这个到国民议会去 就说说我们已经成立了新的巴黎政府 巴黎市政府 你们必须承认 那这帮人也没办法就承认吧 承认了以后 所有巴黎新的这个巴黎政府里面的这些 这些这个过去的温和派 过去的这小资产阶级的什么小 就是波拉Z lawyer 波拉Z的这些小律师全给换了 换成什么了呢 换成San Colette San Colette 这个词我们后边会提到 就是什么不穿 就是穿 穿大裤子那种人 什么人 就是当时那个平民 他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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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衣服的一种style 就是那种平民百姓 这就这就是这等于就是那种草民吧 以草民来代替了 就是当时那个底层的那个老百姓 代替了这些 这些这些有有素养 有素质 有教育 有技术背景的这些官员 这个巴黎 换一句话说 巴黎市政府已经变成了什么 已经变成了激进派的市政府了 那在这个控制下 巴黎基本就已经完全失控了 OK 就已经完全慢慢就失控了 到8月17号的时候呢 实际上呢 这个这个什么呢 就这个这个后边呢 我们会看到 他这个还就产生了一个新 这些这个这个激进派 又产生了一个新的组织 叫Revolutional Tribunal 就是这个审判团 OK 审判团在这时候 所有的人都是不叫Mr.和Mrs.了 不叫Massure和Madame 而叫Citizen OK 先不说那个了 那么好 这个呢 就是说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呢 整个的这个情势 情势呢 就到了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在这段时间呢 这个激进派呢 就越来越 呃 战向风 呃 这个整个废除 呃 他们在他们的这个 这个呼唤之下 基本在法国的主流的 这个老百姓呢 基本已经就是说 已经达成一个 一个共识了 就不 不能说是完全的共识 只能说是就是 很多人已经认为 废除王室 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我们要形成一个新的共和国 这个French Republic OK 呃 而这个什么呢 这个法国的当时 这个上层的这个 国民议会的这些 立法 这些政治流程 基本也被绑架了 因为这个 这个这个 这些 这些激进派的 这个声音越来越大嘛 呃 在早期呢 前面讲的这个 这几个人里面呢 就是丹汤 那是一个 一个主角 OK 他是一个很能忽悠的 这个人 据说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身材 虽然 然后这个声音 这个 非常的那个 雄厚 所以就是很很有那种 很有气魄的那么一个一个政客 往那一站就哇哇一讲 大家都觉得这人 就是长得很雄伟 很什么 就是显得就是什么 他呢 这时候呢 就当了这个什么 司法部长了 当了司法部长以后呢 他本身是个激进派 别忘了 所以马上就开始实行 他的一些激进的政策 激进政策 就是任何 enemy of the revolution 就可以开始抓了 enemy of revolution 就是革命的敌人 OK 这一开始和人民的敌人 国家的敌人 上这都是类似的概念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是 定义不清的 然后随时有可能 就到你家里去搜 去抓你的 去抓你的 搜你的武器 因为武器 这时候他已经下令 必须都上缴 因为我们要用来 这个这个 这个防止外外来 势力用的 如果你家里藏武器的话 那就抓出来以后呢 把你连人一起给你抓走 OK连人一起抓走 然后呢 这个什么呢 就是就是在他的这种 这样的人的势力影响下 这个暴力就逐渐逐渐升级 先是以合法性的 然后就各种各样的 这种这种破坏 这种抓捕 这种什么屠杀 就慢慢后边 我们会感觉越来越来 越来越多了 以此同时呢 就对任何的这种 听不进去的声音 就是任何你 他不认可的东西 那都有可能变成犯罪 OK 都有可能犯罪 当然首当其冲的 就是什么 就开始 开始把这个所有的 支持王室的 那些报纸杂志刊物 全给进了 OK 全给进了 就是你革命的刊物 可以放 不是革命的 不能放了 OK 不是革命 不能放了 所以这种绝对的权力 本来是在王室下 他们被他们推翻 逐渐逐渐这个权力呢 就慢慢慢慢收到他们手里了 就是听我者伤 这个什么逆我者被嫖娼 OK 这类似概念 你不听我的 我就开始要整你了 在1792年8月10号 前面我们讲了 这是他们设的一个期限 OK 这个期限到了 结果呢 王室并没有被废掉 OK 那好 那就准备他们就开始要下手了 那我们现在回到 还是回到Tolaris Palace 因为Tolaris宫 这里面就是国王住的地方 在前一年的这个六月份 OK 他们全家曾经是1791年 他们全家曾经是企图逃出巴黎 结果被抓回来了 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OK 那么在这个宫里面呢 实际上呢 这个皇室呢 基本就是前面讲 已经基本就是一个犯人的 这个待遇 这个整个全体皇室成员 一直是在24小时被监控之中 就在Tolaris Palace 自从自从一年前逃跑 未遂以外 以后 24小时被监控 然后呢 这个什么呢 这个这个这个女皇 女王 就是王后呢 走到哪都有四个卫兵跟着 OK 走到哪就在这Tolaris Palace 走到哪都有四个人跟着 晚上睡觉 她的睡房的门都不能关 所以那基本就是软 完全是被软禁了 被软禁了 所以呢 这种情况 她实际上她自己的这个这个这个人也非常沮丧 身体也开始慢慢这个什么 这个我们就不细讲这个细节了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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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ie Antoinette 后边我们还会讲她 而这个Tolaris Palace 整个呢 这个里面内部呢 尽管是被软禁 随时被软禁 但实际上这个Tolaris Palace 本身呢 还是有她的这个 瑞士卫队在保护 有一千多人 一千人左右 这个瑞士雇佣兵 OK 这些雇佣兵呢 就是在目的目标呢 就是这个这个任务呢 就是保护Tolaris Palace 王室的安全 尽管王室现在刚才看了 已经实际上是 已经被软禁状态 但还是被这帮人是一个职业兵 他们没有什么太多的什么 loyal不loyal 他就是我就任务 就是保护的 而这些人呢 实际上呢 这些瑞士的这些卫兵呢 他们本身呢 实际上没有什么政治倾向 他也不太参与 这个什么革命不革命 我们就是挣这笔钱 我们就是这个雇佣军 然后呢 挣钱据说也不多 然后呢 也不和当地的法国人来往 他们就是自己住在那 然后每天站岗直勤就完了 但是呢 这些人呢 战斗力很强 战斗力很强 这个军事上的这种 这种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战斗力 而且很猛 据说一打起仗来 很猛 而且呢 非常的忠于他们的职位 不能说是忠于国王 是忠于他们的职位 OK 因为他们的职位 实际上是一个很稳的 到处就拿钱 就挣工资就完了 他很忠于他这个职位 所以这就是很 很那个 很敬业吧 某种意义上 很敬业的这么一个卫队 后边我们还是会讲他们 在这个8月10号 这是deadline 8月9号的 deadline的前一天晚上呢 实际上呢 这个所有的人都知道 王室也知道 老百姓也知道 明天是deadline 明天的这个期限 就已经要到了 明天就要废国王 老百姓的呼声 就是要把他废掉 那些激进派 就是忽悠大家去 把他废掉 但是呢 这国民议会呢 没有做任何事情 国民议会 实际上是以按 这个立法机构 他是应该有权力 往下走的 但是他没有做任何事情 也没有废国王 也没有对国王 采取任何琐事 也没有任何的宣布 也没有任何的 这个新的政策改变 所以呢 这一天呢 就是等于8月9号的晚上呢 就是期限 第二天就要到了 那所有的人都知道 这后边 这后边这24小时 可能情况会大大的不妙啊 大大的不妙 而Tolaris Palace里边的 所有的人呢 就开始就觉得 这明天要出事啊 所以赶紧的准备啊 怎么样防护啊 怎么样自卫啊 就开始呢 有刀的枪 拿刀 有枪的拿枪 就是准备自己在那 先把自己保护住 因为这是明天 有可能就会报 报名就会到的 然后呢 所有的Tolaris Palace里边的人 全都已经能拿武器的 全把武器拿起来了 通宵的晚上 附近周边的教堂的 那个教堂的钟 都在那敲 光光光的敲 敲的目的就是信号 这这这一种一种 就是一种恐吓 或者一种什么 就说我们明天要闹事 明天要闹事 明天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要准备来废这个王权 所以这就等于就说 这个东西不是突然的了 这是有组织的 所有人都知道 王室也知道 其他人也知道 但是呢 这通宵这一晚上呢 没有任何的这个报名 到他们这个Tolaris Palace 来真正的来袭击 OK 所以呢 这一晚上就那个中军 在那光铃光铃响 所以这个里面这些人呢 甚至有的人呢 开始就是 也许没那么严重吧 这个这还开玩笑 说说说 说这个说这个 这个钟声就像一个 已经把奶挤干的奶牛 这是当时一个法语的笑话 就是 It's like a dry cow It does not yield any milk 就是这钟声 就像一个被挤干的奶牛 就站在那奶牛的那嗡嗡叫 上没有奶了 意思就是你这个奶 像在这里就 言外之意就是 就是暴力了 就是你们只在那吓唬 并没有真正执行暴力 所以这一晚上就这么过去了 过去以后呢 这国王呢 实际上也是 这个这个 如若真残 也没睡好觉 实际上 就是短短的睡了一觉 这都是回忆 回忆里面讲到的 第二天早上 五点钟就又起来了 OK 就是等于睡了 两三个小时起来 起来就在那个 那个Tolaris Palace 里面的那个广场 它里面 不有一个大的空地 在那去检阅 他的这些卫队 这这些卫队 因为这些人就跟他们讲好 明天有可能要闹事 这不是明天 已经是今天了 就凌晨了 要闹事 那么这卫队的总使徽 是什么呢 是一个老元帅 这老元帅多大呢 八十岁了 已经摇摇晃晃的 八十岁那七几几年的时候 那八十岁已经基本就是 就是已经是超高龄了 OK 所以这个八岁的一个老将 老将领带着这么一帮 瑞士卫兵 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草民 其他的这个人 大家说检阅一下 什么今天有可能要闹事 而这里边呢 也有一些国民卫队 就是national guard 而这些国民卫队呢 实际上呢 对国王呢 一直就不是很 很这个 很loyal OK 在这个时候呢 完了 检阅完了以后 他们就开始要喊口号了 OK 喊口号呢 实际上呢 是他们喊的是什么呢 按过去的喊口号 在这个绝对王权时期的 喊口号 就是long live the king we've the king 还是什么 就是long live the king 因为国王就代表国家 但是他们喊的时候呢 是分两次喊 先是喊了long live the king 然后又喊了long live the nation 或者是long live France 这个实际上呢 听着我们听着 就好像没什么 但实际上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 这是有特殊历史意义的 这意义就是说 我已经从这些国家 未对这些人的角度里 你的国王和你这个国家 已经分开了 这上这君主立宪 像某种一样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的卫兵 就是这国王底下的这些 national guard 本身就自己心理中 已经自认为 你国王是国王 国家是国家 国王和国家是两码事了 不是代表 不是一码事了 OK 这党和国是两码事 在现在今天讲 就是你党是你党 我们国家是我们国家 我跟你是两码事 OK 你只是 你只是 只是自己说你 你和是一码事 实际上不是一块事 在这个时候 他就等于把这个分开了 而这个什么呢 而这个 这个 这个 从这点来看出来呢 实际上呢 就是这个 这个情况就开始不妙了 而且下边将要发生的事情 已经不是 废除国王 我们前面就讲的 基金派和所有的老百姓 要的是废除整个王位 这个王位 现在是他们的攻击对象 所以呢 这一节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 下一节呢 我们继续讲这个具体的 这个 攻击 托罗瑞斯Palace 这是一场非常大的一个悲剧 这个悲剧上 在今天历史上 留下了很多的遗迹 很多的痕迹 很多历史上的这个什么 而这个悲剧下来以后呢 这个王室呢 基本就是彻底完了 感谢观看